在前幾天 在美國新澤西州 Little Falls 的自願消防站 舉行了一場特殊的生日派對 主角是被譽為美國最老資格的消防員 Vincent Dransfield 111歲的生日 他的家人、朋友和消防員 都聚集在他曾經擔任隊長的消防站 參加這場慶祝活動 雖然是110周歲 時至今日 Vincent仍然保持著每天開車去便利店 買咖啡、買午餐的雜販 他是這樣說的 在我有生之年能夠避免重大疾病 而且身心健康 我真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幸運 為何Vincent這麼健康、這麼長壽 你一定要聽到最後 因為在後面 我會將Vincent他自己 為甚麼長壽的原因 一一跟大家介紹清楚 自從1945年以來 Vincent一直居住在新澤西州 Little Falls 自己的房子裏 他獨立生活 沒有家庭護理人員 以及任何額外的幫助 自己煮飯 在三層樓的房子裏面走來走去 並且每天都開車 開得相當好 沒有任何問題 由於這一位超級8歲老人 日常生活不需要任何幫助 所以他那些孫子 每個星期 只是來看他一次 跟他買一些雜貨 每隔一日 打個電話給他 除此之外 他完全是自吸自足 沒有問題 Vincent的家人說 他除了膝蓋有點痛 和其他小問題之外 他的健康狀況相當好 他可以在自己家的 一樓、二樓、地下室 隨意走動 毫無問題 當Vincent被問到 110歲時的感覺 是怎樣的時候 我現在隨時可以戴上拳擊手套 隨時可以走上拳擊舞台 打一套 他跟著說 我什麼都可以做 開車也都開得相當不錯 這個時候他的孫女接著說 他開車真的開得非常之好 比我見過的其他人 都要好 他說他和他哥哥會定期檢查 爺爺的開車技術 以確保他真的做得很好 家人朋友和醫生 都對他的健康長壽 感到十分驚訝 甚至有些人說 自己49歲的身體 都比不上 110歲的祖父 最近 由於 Vincent在吞飲的時候 覺得喉嚨不舒服 就去醫院做了內窺鏡的檢查 在檢查的時候 那些醫務人員都很驚訝 他這輩子 只做過一次麻醉 Vincent 出生在 1914年 3月28日 他不單止長壽 而且是健康長壽 據他自己說 從來未患過重大疾病 譬如癌症 或者是 心臟病 甚至是一些頭痛腦癒的小病 他都很少有 從1945年開始 Vincent就住在同一棟房之裏 他有一個兒子 3個孫 7個曾孫 他結婚54年的太太 在1992年去世 下面我們就講一下這一位超級8歲老人的 長壽建議 當被問到 是甚麼可以帶給他快樂的時候 他想到不用想就說 花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 他說在消防局裏面做事 是他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在工作之中 可以認識很多朋友 Vincent在當地的自願消防部門服務了80多年 並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局長 其實消防員只是他的自願工作 他的主業是做汽車林部件的經理 而且一早就做了60多年 直到他70歲的時候 他的太太不斷地勸說他 他才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退休 花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 是他長壽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他認為牛奶對身體有好處 Vincent在8年級畢業之後 離開了學校 15歲就去了一家奶牛場做事 幫助養家糊口 他送了5年的牛奶 因為在奶牛場工作 所以他想喝多少 就喝多少 他認為 這個給了他的健康非常大的推動力 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時候 他說 因為我在農場做事 我經常想 他們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因為我經常喝牛奶又吃得好 使我的身體和骨落 獲得了足夠的營養 Vincent認為 除了牛奶在他的生活裏面 扮演了一個這麼重要的角色之外 他還將長壽歸功於他每日早餐之後喝的 柯華田 就是一種牛奶調味品 和營養補充劑 Vincent自己介紹長壽的第三點是 保持活躍 他說自己從來都沒有舉重 或者是去健身房鍛煉 但是他說中期一生 他也是保持活躍 他是這樣說的 我21歲的時候加入消防隊 我每日要做的練習 就是在Little Force接火警 每當警報一響起 我都會積極地跑出去 我做事從來不會拖泥帶水 只要是需要做的 我就會立即去做 連續從事了長達40年的工作 有條理的工作使我很開心 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消防局一個俱樂部裏面的成員 頂期參加活動 Vincent說自己 最長壽的第四點是享受食物 這位超級八歲老人 喜歡各種美食 最主要是意大利食物 其他包括 漢堡包 沙律 牛奶 朱古力 和其他甜食 他每一天 喝一杯咖啡 偶爾之間 喝啤酒 除此之外 他就不再喝其他品種的酒 他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從來都沒有注意過自己的體重 也從來不用減肥 但是一直都很健康 在180歲的時候 他仍然自己煮飯 有時候他喜歡從他家附近的一家餐館買份回來 Vincent覺得自己長壽的第五個原因是因為自己有好的心態 他說自己在50歲的時候開始吃煙 因為他的一位消防員朋友 遞了他一支煙 他一吃完之後覺得好喜歡 但是大概吃了20年煙之後 他偽然的 戒了煙 他還認為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他說自己有幽默感 並且有些八卦 鎮上每一個人的名字 他都知道 他說自己總是能夠積極地面對生活 即使是痛失了外妻之後 他是這樣說的 我保持樂觀 在任何困難的時候 或者是出了問題的時候 我從來不會向壞的方面想 我總是對自己說 我過得很好 我希望老天保佑我 保持這一種狀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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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